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工业生产快速增长 同比增长17.7% 市场价格温和上涨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3% 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 货币投放过多等问题 不得不让我们对价格的上涨保持高度的警惕 随着这些数字的出炉 人们古今要问 当前中国经济是否过热 低通胀还会持续多久 国家是否会出台更严厉的调控措施 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王德培 再次做客财经大讲堂 为您预测下半年中国经济形势 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讨论与争论 第二个问题 解读中央两个工作会议 第三个 为什么争论如此尖锐 为什么宏观调控 罗斯无奈 第四个 是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趋势分析 我想今天我大致是讲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上半年的基本态势 我就忽略了 不说了 我说一说 关于上半年的一些争论 国家统计局首席发言人士郑金平 是具有虚数背景的 上去的官员 所以说话呢 充满了个性 他说这个形式啊 为什么会达到 今年上半年这种状况呢 他说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中国经济 是趁着世界经济的增长来增长 那么世界经济现在是4.9 那么他说中国经济慢不下来 第二位呢 说是这个中国在一个高位平台上在运作 所以他有一个惯性 所以惯性去定做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第三个说是C5规划的开局的第一年 所以各地呢 趁时来上 讲了 他是讲这三条原因 那说问题呢 就是这说了两个 一个呢 就是固定投资太高了 还有信贷太多 讲这两个 邱小花很有意思 他把上半年称之为是亮丽的开局 然后说他好 他又增加了几条 比如说是中国和世界经济接轨 包括中国自个的市场经济的一种能量的释放等等 同时他也提到了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两个剪刀叉 这个我认为他也很坦率 第一个剪刀叉呢 说了是我们的农村的农业的剪刀叉 它还是存在 我们05年国家让渡了农民 42块钱 8毛 42块8毛 但是05年我们 他是讲上半年 上半年他说是我们最后 农民多支出多少是 100块钱 所以实际上他还是有一个落差的 第二个剪刀叉他也承认了是在我们目前的物价 生产资料价格现在是在上游 他这个价格呢 涨得比较高 5.9 下游企业的价格只有2.6的涨幅 那相差要近一倍 那么现在经济学家为这个问题呢 争论很大 由此证明中国并不是一个通货膨胀的趋势 而是一个生产紧缩的趋势 你上面你高增长 你这个价格涨得很高 到了下面 下游企业巨大部分都是竞争类的 由于竞争类的他供大于求 然后他的价格就压重 再加上国家信贷收紧 那么很可能下半年会出现一个生产紧缩 而不是通货紧缩 所以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官方的一个观点 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种讨论 第二点 讨论最激励的是五十人论坛 在这个会议上 真的那就更厉害了 吴敬莲马上就抛出来 这就提出外汇问题 这个汇率问题 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呢 他是举浙江老板 他说前两天 一个浙江老板和我讲 他说如果国家汇率不动 这两年日子会很好受 但是他估计撑不下去 一旦汇率动了以后 完了 他们这两年 他对科技创新没有兴趣 当整个外貌的状况 全部浮现了以后 他说我们讲日子很难受 另外他举了一个台湾的例子 他还特地推荐了台湾的一篇 一个台大校长的篇文章 最近这篇文章在媒体上广为的流传 所以我估计这种观点 现在给决策层提供了一种 当然也有参考 也有对冲的压力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台湾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有几个关键点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在85年左右的时间 走了一个汇率调整 小步慢走的一个决策 但是这个决策 一年都没挡住 就突然放开了 关于这个问题 台湾有许多争论 事后证明台湾的自主品牌 都是因为汇率和市场 国际接轨所导致的 吴敬连反复强调 强调这个汇率问题 另外有一些专家提出来 聚焦在一个双顺差 我们国家双顺差 双顺差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因为是国际收支不平衡 导致我们国内 上半年的各项指标高增长 顺差我们的增长是 55个百分点 55个百分点 不得了 我们的外汇储备 半年就是增加了 1222个亿 我们贸易上的顺差 是614亿吧 大概这样的一种规模 这样的一种射痕 导致一种什么状况呢 那就很麻烦了 有一个专家说得很尖锐 说是目前钱太多 钱太多是樊刚公开讲 他说为什么钱太多 但是有一个专家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有一个 屏蔽性的货币猛争 什么意思啊 美金大量进来了以后 我们说是不能自由买卖 那全都照单收购 收购了以后怎么办呢 中央那就要放基础货币 所以国内货币多 是首先因为你不能自由兑换了以后 导致你中央银行要放货币 放了基础货币了以后 他又把这堆美金 把它拿到美国市场上 购买美国国债 那美国以为你买了国债了以后 他的货币又一下子投放到社会 所以这样凭空地增加的货币 他说与我们国内的国际收支不平衡 尤其是和汇率制度有关 这个争论也是比较厉害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 固定资产投资和目前主流的有不同的 他认为第一个是这个叫什么 是补赏性的高增长 从90年代初中期 整个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不到位的 是被打压的 一直到02年我们才达到16.4 所以这一轮的增长是补赏性的增长 第二个中国经济处于少年长身体的 长肌肉的时期 这个固定资产也是下不来的 所以围绕着这些争议也比较大 那么另外有一些争论呢 比如说有一些专家提出来 为什么会出现上半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主要是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采取了双稳健 稳健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 这样双稳健的中性政策 它的后果就是扩张型的 那么如果说要让这个中国经济的现状 处于中性状况 那个宏观政策应该是紧述型的 就紧述型的政策才能带来 这个中性的后果 意味着对政策要有一种压力 最后一个观点 这是一个参与会议的两个专家和我交流了 他说争论很激烈 但是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 它的原因缺乏认识 找不到原因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在这个国家发改委马凯的公开言论中 是相闻合的 马凯在6月份就进行了 密度相当高的一轮一轮的调研 各个省市各个部位调研 调研完了以后到了7月中旬 他抛出一个结论 说是六个分析 他说我们要不仅要分析它的总量 比如说国家统计机的总量 同时也要分析它的结构 不仅要分析它的现象 而且要分析它的原因 不仅要分析目前的现状 还要分析它的趋势 我举马凯的这个 作为官员 他比较中性冷静的一个结论 说明这个争论是比较尖锐的 比较尖锐 所以我是把第一个问题说一说 就是关于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 在讨论过程中的意见相左是相当劫烈的 相当劫烈 比如说关于汇率问题 有的就提出来要放开了 要放开 你比如想吴静年就是属于要用市场化 来让它该怎么调整就怎么调整 那么国家发改委的研究系的那些成东西 他在会上说 要用政治控 继续运用政治控制的办法 他甚至说了 不要生在腹中不自负 中国要有控制的 如果说你一步到位调整的话 首先没有一个脑袋 能够测准那个一步步在哪里 如果调整了以后 反过来国际的炒家 既要炒作你人民币往下走 因为你既然一步到位了 你在山顶上 你刚才讲了 站在山顶上等待你这是什么 往下走 所以说现在他说要 还是走小步 但是更多的专家说是 要小步快走 走小步不停步 少走弯路回头路 这个国家信义中心预测部 好多机构现在都在预测 我看下来是2.53% 5% 如果说取一个均责的话 我估计可能是5%的概率就比较大了 现在我们过去的一年 人民币事实上已经升值了3.6个百分点 接下来您将看到 站在GDP高速增长和经济环境压力增大的十字路口上 中国经济走进何种时代 中国经济进入从未有过的好时光 中国经济又处于从未有过的危险期 第二问题 共同来学习解读中央的两个会议 我给它有几点关键的地方 第一个 国家的重大战略发生了调整 这个词是我的学习体会 文件上没这么说 为什么 24号定下来 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 我们要集中要讨论和谐问题 那我把它翻译一下 就是国家战略调整 什么调整呢 用和谐成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战略 是有道理 今天这个场合我只能点一点 社会上随着经济高增长了以后 带来的一系列的矛盾 就公开报道的 有磁州啊贵州啊等等 一系列的事件 所以党中央掌握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更多 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 怎么来确保 为发展保驾富航的这么一个和谐战略 所以我认为中央 中共中央这次会 就把整个国家的一个国策的一个 口号引领性的一种观念 把他给调过来 调过来 这是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调整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也提到了对整个经济形势 我的体会就是 对整个形势是这么理解 既好又坏 为什么说既好又坏呢 他首先肯定总体上是好的 总体上好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物价水平相对比较低 民生的增长比较明显 这是四大好的 那么四大不好呢 除了刚才两个过 固定资产过了 这个信贷投放过了 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能耗 能耗刚才专家也讲了 没有减少 反而是增加了 增加 出洋相 第四个呢 就环境的压力是更大 讲了既好又坏的这种状况 那么针对这个既好又坏 我的体会呢 我可以用这个话 用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语言来表达 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从未有过的好时光 中国经济又处于从未有过的危险期 为什么说我说它进入从未有过的好时光 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 这个共和国的国力 有哪一天像今天提高的这么快 我们国家的整个社会安宁的状况 你去看看 每天晚上估计新闻 到处都是恐怖的 不太安宁的 有各种各样的事件 但是相对来说 包括美国的一些要人 到了国内 到了中国 就是看样子 中国是最安宁的地区 包括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的提高 等等 我说是中国进入了 从未有过的一个发展的大好时光 而且这个势头 我们所理在九十年代末的时候 就有定论 认为中国将进入发展起飞机 进入起飞机 这个起飞机至少将长达两个年代 现在才刚刚才几年而已 所以我说是进入最好的一个发展时期 那么为什么又说它是进入一个很危险的时期 为什么说是进入很危险的时期 这个国家建国以来 将第一次面临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过程 我们的整个国家过去的国民经济 以九六年为标志 过去都是短期经济 市场经济升化了以后 财富充分的涌现 那么现在从九六年到零六年 那么有相当的专家预测 零七零八年是中国第一次面临产能过剩的 你比如说我们讲钢铁 钢铁去年我们的生产 生产能力是四亿七千万吨 再建的项目如果今年全部到位的话 就是六亿 而我们设计去年消费是多少呢 只有三点五亿 三点五亿等 那你说是过剩多少已经超过了危险的百分之七十 我们的汽车生产能力八百万两 但是全年估计今年处于紧喷期 也就是五百五十万两 上半年我们的汽车增长是百分之四十六 增长是也是属于紧喷 紧喷这样的状况 那么导致地区之间 阶层之间不平等 有的比如说不平衡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是通胀的趋势 还是生产紧缩的趋势 我的判断 双轨制都存在 中国既有通胀的趋势 又有生产紧缩的趋势 是共同存在着我们这个社会 那么关于通胀的趋势 我上次镜头对着我 我公开说了 至少在世界范围内 已经长达十年没有经济危机了 每一次经济危机 是针对人类各个国家 尤其是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国家 进行一次平仓 把它过剩的东西 通过危机把它给爆发 十年多没有爆发危机 各个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 与热俱增 把危机往外挪往后挪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通货膨胀的限制 限制危险是存在的 但是由于刚才我提到的 进入了一个产能 第一次面临产能过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面临紧缩 它也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讲 中国经济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 同时又是处于最危险的时期 第三点我的学习体会 这个党中央提出来 宏观调控既要这样又要那样 这句话怎么说 因为它文件里提出来了 对当前的生产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要引导好 要协调好 要保护好 但是同时又说 你这个东西要这么调那么调 所以这么一来 我们宏观调控的这个空间 它是有限制的 所以现在做人很难 很难 形式发展也很难 第四个我理解 党中央提出来了 有一个四个性 对宏观经济形势 要提高预见性 调控政策要有针对性 要有综合性 要有有效性 提出这四个性 我在这里说说 实际上是对我们现有状况的 一种更高标准的要求 换句话说是一种批评 国内的经济状况 为什么会没想到 所以党中央 他就要 要你们干嘛呢 要你们 就是要加强预见性 定出的是7.5 你怎么给我 自成出一个两位数的增长呢 所以这个事情 我感觉到 这个预见性 实际上是对我们 上半年的有关部门 政策部门的一个新的要求 针对性也一样 我们比如说 有利率 有存款准备金 那为什么提出针对性 我们的货币多 并不是银行 他好像拼命的放贷 现在有一些说法 好像是政府和什么 绑在一起等等 实际上我们刚才 有些专家也提到了 中国基础货币 多是多在海外资金的 大量进来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 03年大量的海外资金进来 中央拿出 设计了一种新的票据 去把它给 它下放了基础货币 同时又票据 从银行那里回购 是7千个亿 04年翻翻 变成15000个亿 05年变成多少 是27000个亿 06年你要达到这个指标 再翻翻的话 那还了得呢 所以这个为什么 他不见效 那吴景涛就提出来 是不是针对性有问题了 还有一个综合性 现在好多问题是 安下葫芦 扶起票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 国家的战略的 进行大调整 实际上我们调控的 一种方案也在调整 比如说以摸住舌头过河 为指导哲学思想的 这样的一种时代也过去 过去我们经济市场 经济框架还没形成 我们内外的沟通还比较少 所以你的系统比较简单 木桌车头走 顺势矮微 但是现在行不行 你离开了综合协调 那我刚才讲了 那就上上下下了 所以要有综合性 最终还要有效性 第五点 就是十一五怎么来避免重蹈 社会的负责 为什么我这么讲 十五期间 我们的制定规划的时候 也请了四千多个专家人士 开会进行论证 林了在走了一半的时候 打对折了 定出来的指标 我们一半时间全实现了 你不是出洋教 你的预见性在哪里呢 那十一五我们好歹说 我们终于要进入科学发展观 要进入能耗 这个能耗要下来 下来的百分之二 摊到每年是四个百分点 最后变成0.8个增长 近一个百分点的增长 所以十一五会不会继续重蹈 十五期间的支付者 我想这个问题是我解读这个会议 当然最近很发急了 国务院每天开会 这个发改委有一个领导 已经说了 以后开会 凡是能源问题 这个没解决的往后做 能源问题好的往前做 现在第一位的是 是能源问题 好像一个是广东 还是上海 好像是排在很前面 那以后各级省市领导 他还要求六个月 要张榜公布 这些措施都是传统的 政治的措施 那么能否继续贯彻下去 我们的一些科学发展观 我们的增长方式的转型 能否达到机制的境界 我们经常报纸 听到机制 实际上我这里给出一个 学术上的定义 什么叫机制 它的一个衡量标准 就是可持续 不可逆转 但我们现在好多东西 刚才推出来的时候 很有道理 但是它不可持续 要不了碰到什么困难 碰到什么问题 它马上又倒回过去了 所以我说第五个问题 就是相当严峻 这个话题相当远近 会否重蹈负责 接下来您将看到 飞速增长出乎意料 中国经济未来怎样发展 主要将由政策经济 转向这个制度经济 但是往制度方面发展 它要进入一个公共政策时期 公共政策就是大家吵架 第三个问题了 争论很激烈 这个调控很无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我认为首先是一个 中国经济环境变 那么现在中国经济的环境 是一个什么环境呢 我用这样的一句话 来通俗地表达它 就是国际形势国内化 国内形势国际化 第二个问题是前提变了 这个前提是什么 这前提就是起飞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已经是任何意志和政策 都是压抑不住的 你怎么来讨论过了还是过了 那我这里 所以说为什么来确保它的 有这几个根本的 第一个 中国进入中化工 中化工时期 凡是进入中化工时期 你GDP挡不住 第二个中国的国民禀赋 就是劳动生产力 至少目前这个行情看不到底 第三个大国效应 大国它会把产业链拉大 把市场做快 所以横道变重到底 它这个效应是相当大 第四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市场经济的改革 或者说市场经济的体制的释放 远远没有没有到头 第五个就是中国的组织化程度相当的高 整个国民经济差不多对它的 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方式表现出来 所以这五大原因 已经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前提 就是已经各在那里 它是一个高增长 现在和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去占风车 你去说非要把它给陷到某一个程度 这是我提的第二个 就是为什么争论比较厉害 争论第三个原因 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版本 面临着升级 但是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发展到今天 而这个改革的这个问题争论又相当的大 经常社会上有一种言论 说是中国没有政治改革 对这样的言论我是迟迟不敢沟通 邓小平时期财政风灶吃饭 实际上做了一个最大的 就是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 由中央集权政府下放到地方 三十一个省市 所以这二十几年是以地方经济 地方政府在引领着中国经济 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 它是在纵向的角度不断地放权 导致了我们经济的高增长 所以经济的现象背后 政经政经是分不开的 肯定有相应的政治来配合它 但是发展到今天 连级政府的话题出来 有多少贪官鬼抓出来 这个一波又一波 前赴后去 这样的一种状况 对社会发展没有好处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垄断行业 有许多事情无法继续下去 是和体制改革的相应的版本 要深切是有关的 那么这个问题 争论也相当的厉害 也导致我们对宏观形势的一个判断 所以上述这几个问题 我感觉到是为什么会形成 争论尖锐 同时又导致我们宏观政策 调控也在刚才提的几大问题中 他在寻找他的均衡点 所以在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中 左一下右一下 有的时候也是蛮痛苦的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 就是宏观调控的趋势问题 我把它分成几小段 第一个就是近期的一个特征 近期的特征呢 有一个两重性 一重性就是他政策多 动作大 力度高 频率高 不见效果 不松手 这是他的一个近期的特征 在这个特征里面 他的主要的战场就是房价 能耗 土地 这几个领域都是他重点的 比如说已经提出来了 要有高成本的价格 来对应我们的这个高成本的原料 所以北京有些专家提出来 是不是又要到了一个价格闯关的时期 因为马上要提出来能耗的上涨 所以我们这个石油油价太便宜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能耗上不去 主要也是因为价格的传导机制不到位 所以我认为在房价土地 能耗 环保这些领域 国家的政策是刚进的 那么另外 另外他有一种性 就是边走边看 半推半就 为什么我用了这样的一个比较酸的一个词呢 换句话说 从一定上它依然延续了一个 没出售头过河的一个态势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领域主要表现在汇率 表现在税率 比如说汇率的调整 是不是可以像吴敬年他们讲的 比如说一步到尾 在这个事情我估计中央它不可能有一个 这么巨大的一个动作 不管你推荐台湾的那个孙政的文章也好 推荐什么也好 因为它面临的压力变量是不一样的 包括税率问题 两岁合并 早就要推出来 八月份讨论这个问题又成 又麻烦了 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是东部中部西部 现在中部地区提出来 你们都优惠过了 轮到我要优惠 你们说是要停下来 那怎么行呢 所以这次固定资产 投资过大 主要是中部地区 像安徽都是在50%左右的高增长 他提出的理由也可以 什么叫和谐 你发展了 我也要发展 是吧 你有浦洞 我天津又有滨海开发区 所以这个事情 国家现在面对这个格局 它也是难以来回避的 难以回避 所以说在税率问题上 现在老外提出来 你现在一定要提上去的话 也有各种各样的 它也有它的要求 所以在汇率 税率这个问题 它还是比较处于会采取一个边走边看的这种方式来表现 这是我说是近期 这个近期差不多是半年到一年左右 半年到一年左右 第二个就是中期 中期它的一个什么特征 我指的中期就是C5期间 在C5期间的宏观调控政策将有一个取向 是取向于政府在这方面加大它的权重 还是取向于市场经济为方向的这个权重 我估计在中期可能是市场经济的权重比较大 因为今天中国许多问题会扭缺 主要是市场经济也不到位 市场经济不到位 市场经济它没有发生要素优化配置的功能 然后扭缺了我们许多价格 导致了能耗下不来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 尽管社会上有争论 但是今年三月份 在人大会议期间 吴景涛专门到上海代表团的会议上来发表了一个言论 发表了一个政治的一个说法 就是毫不动摇的坚持改革 不失时机的推进改革 第二层意思 这个改革的方向就是以市场经济为方向 第三个就是当然政策出台要考虑它的协调和科学化问题 所以我估计在我们的未来的十一五期间 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更多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去取向的这么一个态势 第三个 第三个世界 中长期是 这个中长期我估计 主要将由政策经济转向这个制度经济 但是往制度方面发展 它要进入一个公共政策时期 公共政策就是大家吵架 现在五十个人的专家论坛 他们在吵架 前两天刘鹤 那个财经领导小组 他算是这个五十人的一个什么领导委员 包括他的一个秘书提出来了 千万不要把我们五十个专家理解为 是代表某些不委办的官员 因为他们的争论的信息 一旦放出去 这可能会导致误解 这是一种状况 实际上更多的要体现 你比如说凯雷收购徐工 现在北京方面把他找去 你们讲清楚 双方坐下来 可能今后还找其他的官员 学者 公民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说 有政策经济进入到制度经济 他还都要公共政策 而公共政策前面要什么 要听证会 现在我们有些听证会是真的 有些听证会是标志性 甚至是作秀的 所以我估计这个国家 今后的发展会逐渐逐渐的 有随机的应景的进入到制度安排 但是这个道路是相当的艰苦 我们能否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 全面建设一个小康社会 在下期节目里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卢为您讲述 小康社会与科学发展观 欢迎到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